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特币这种新兴货币听就听得多 但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货币 供应货币都是美元 大家知道其实美元虽然是全世界都用着货币 但其实供应量是美国的联邦处备局才能够有能力决定它的供应量 变成了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状况 就是大家都在用着这个货币 但是只有你才能忍 所以比特币的出现其实很像当年的黄金那样的情况 黄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呢 原因就是它有一个稀小性 而它是没有需要一个中央银行去管理的 因为大家自然就会拿黄金来做交易买卖 比特币也是一样的 其实它只是利用了电脑来生成一些货币 而它生成货币的公式是公开的 叫open source open source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公式 它的供应量是会随着可能我们叫挖金 就是一个电脑生成货币的人数越来越多 或者机器越来越快的时候 它会调整供应量 所以其实货币的情况是和一般的货币或者黄金很相似的 我知道你今天就准备了一个APP可以用来传送比特币的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怎么用呢 是 这个program就叫做Bitcoin Wallet 所谓Bitcoin Wallet 即是你要去交易货币的时候 你都要有个钱包 其实Bitcoin是一样的 这个program非常简单 基本上是作两种用途 第一 给钱人 第二 运人收钱 其实如果在其他货币来说 这件事是非常困难 譬如我们是不同国籍的才算 当我们要汇款由A匯给B的时候 我们可能牵涉很多费用 可能牵涉很多银行 然后还要洩汇率 但是其实Bitcoin是不需要的 你看到你开出来的画面 你会有一个Bitcoin的地址在左上角 左上角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你的address 就是你的银包 右边你会看到有个QR Code 如果要别人给钱 很简单 按一下QR Code 然后别人Bit就给了钱 这个balance 会显示现在是零元 就会显示有多少钱 其实同样 你要给钱人 也很简单 下面叫做发送比特币 你输入那些address 然后给多少钱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输入那些address 是很麻烦的 你需要输入一堆这样的东西 没有人会这样输入的 所以基本上方法都是找一个QR Code 叫别人给你一个QR Code 然后你逼返回QR Code 就可以直接把Bitcoin送给别人 所以这个Bitcoin Wallet 可以很方便地传送货币 中间有省缺很多程序和手续费 不过刚才都留意到 这段时间Bitcoin的汇率 即是五千多元 六千元港元就是一个Bitcoin 计算美金就是五百多元美金去换一个Bitcoin 如果汇率这样去计算方面 会不会有人利用中间的差价去赚钱 以及这个app是否用到 帮不帮到手呢 原则上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现在其实如果你要trade Bitcoin 你首先要将Bitcoin的户口 和一些银行户口 正式有一个建立一个连结的 要做这件事 你要在中国 你要在日本或者美国才做这件事 香港暂时是不行的 原则上如果譬如在中国 那才算是开一个人民币户口 然后把银行户口给同一个 我们叫做trade market 即是交易的市场 拿了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买Bitcoin 其实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譬如我们看到一部手机 譬如我们现在用这部手机 作为外钱包 那万一我会换手机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还有一件事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可以back up 我们这个Bitcoin的户口 方法就是在一个 你按出来 然后有一个back up keys 然后back up private keys 这样 进入一个password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 private key back up去一些cloud service 那里 譬如Google drive 之类之类 back up 之后在第二部手机 拿出来的时候 在第二部手机上面 安装这个program 然后再拿回刚才那条key出来 然后这部手机就会变成你的新的银包 当中都涉及很多传送 会不会担心会牵涉出一些网络安全问题 其实Bitcoin它是相对安全的 因为它本身 其实它寄的Bitcoin wallet 寄的交易记录 就是你问人收了多少钱 或者你给了多少钱人 那你说究竟是谁给你钱呢 其实是很难查得到的 所以变成有些组织有些不同的 不想受美国政府控制的组织 都会用Bitcoin来做一个交易的 好 今集麻烦了Kenneth More 我们分析了Bitcoin 和Bitcoin Wallem这个app 今集情统科技时间到这里 多约 失败 3 3 4 3 5 4 5 5 6 5